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梦的童年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诗词大世界》节目中 我是紫菲 在昨天我们讲了一首 唐朝诗人温廷军所写的《苏武庙》 这是温廷军在参观了苏武庙之后 对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那位 有气节的民族英雄 苏武的一种景仰之情油然而发 苏武在汉武帝的时候 汉武帝的时候就被派到了匈奴去出使 结果后来因为匈奴发生了内乱 他被扣押在当地 遗住19年在西伯利亚 就是当时说的北海 贝加尔湖那个地方 放了19年的羊 最后终于回到了汉朝 从一个40岁的中年人 已经变成了花甲老人 头发胡须全部都摆了 这首诗就是温廷军写来 用来追思苏武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苏武浑霄汉史前 古词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段胡天月 笼上杨归赛草烟 回日楼台飞甲杖 去时贯见是丁年 茫陵不见风喉印 空向秋波哭世穿 这首诗写的是观 应该叫观后感 是观了景物 观了宿庙之后的感想 今天我们再来读一首观后感的诗 但是这首诗是看完了画 看完了书画之后的感想 叫做《金灵图》 这是一首提画之作 什么叫提画 就是针对这一幅画写出来的诗 这是诗人看了六幅 关于画的是什么呢 就是南朝历史的彩绘图 然后有感于心 于是提笔 写下来这首诗 那么画家是什么人呢 现在你们不知道了 但是他画的是什么呢 是南朝六代的事 就是东吴 东晋 宋旗 梁晨 为什么会写这六个朝代呢 因为这六个朝代 都是建都在金灵 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 那么这位画家 并没有为南朝的统治者 粉饰太平 一般来说 中国的文人 有一句话叫做 习得文武艺 豁迈帝王家 就说 有文韬武略 干什么用呢 都是投身朝廷 报效朝廷 然后谋得荣华富贵 但是这个画家 并没有说 把金灵画得如何的 太平 如何的繁华盛世 反而他是画出了 他的凄凉衰败 那么画面中 写画了很多像 老树 寒云 然后画出微城破墙 让人看到 三百年前的金灵 并不是什么 郁郁葱葱的帝王之都 反倒让人 又产生出无限的伤感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首诗 谁为伤心画不成 画人心诸事情 君看六福 南朝市老木寒云满故城 金灵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 以及江宁这么一带 是六朝古都 竹就是跟随 追竹跟随的意思 老木就是干枯的 已经年代久远的这样的树木 所以这首提画 这首金灵图非常简单 就是说 谁说画不出六朝古都的伤心 是 只不过那些画家 为了迎合当权者的心态 而不去画那些个伤心的图而已 你看这六幅 描绘南朝往事的画中 枯老的树木 寒凉的云朵 充满了整个金灵城 那么这首提画是伪庄 这个诗人写的 那么比伪庄早一些 还有一位诗人叫高禅 禅厨的禅 他也写过一首关于金灵的诗 叫做金灵晚望 晚上就是晚上 晚上的晚 晚上去看金灵城 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他说曾伴浮云归晚翠 游陪落日 饭求生 世间无限单亲手 一片伤心画不成 就说世间你有再好的画家 单亲 单亲就是指画家 再好的画家 这个伤心的金灵 你是画不出来的 为什么这首诗的作者高瞻 会写这样的诗作出来 因为他当时已经感觉到 唐王朝危机四伏了 正在走向崩溃的末日 为此他感到苦恼 但是又觉得无能为力 于是他就把这种潜在的危机心态 归结为一片伤心 而这一片伤心 在一般画家的笔下是画不出来的 你怎么能画伤心呢 那么这首《金灵图》的作者伪装 肯定是读过高瞻的这首《金灵晚望》 所以他就针对高瞻的这个 诗里边说的 说世间无限单亲手 一片伤心画不成 他说谁为伤心画不成 画人心逐日 是人情 就是说谁说 伤心的话是画不出来的呢 我就要画一画人心 画一画这世上的 事态炎凉 所以一般的画家 你如果只想着去迎合世人 喜欢这种 喜欢大团圆的结局 专门去画那些个粉饰太平的画 那么你肯定是画不出 能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画作了 所以这首诗 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听明白 那么同时你也希望 能够把这首诗把它背下来 这首诗其实并不难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首《金陵图伪装》 好 今天我们一天一首诗 先跟大家讲到这儿 我们等一下会有更精彩的内容 不要走开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字小课堂 我是小璐 在上一集里面 我们学习的是苏武庙这首诗 说的是诗人游历过了苏武庙 有感而发创作的一首诗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是唐代伪装的《金陵图》 这首诗很特别 是一首题画之作 是诗人在看过了六幅 描写南朝史诗的彩绘之后 写下的一首诗 虽然当时作者伪装 看到画作的作家是谁 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但是画的故事都是南朝六代的故事 画出的是三百年间的《金陵》 这一作让人产生伤感的古城 这首诗是这样的 谁为伤心画不成 画人心足 试人情 君看六幅南朝试 老木寒云 满故城 刚刚紫菲老师已经讲过了 这首诗其实说的是 他在问 谁说画不出 六朝古都的伤心事呢 只不过是那些画家 为了迎合当时有权力的人 而不画这样的伤心图而已 你看 现在我看到的这幅 描绘南朝往事的六幅图里面 那么枯老的树木和寒凉的云朵 其实都充满了整个金陵城 让人觉得很伤感 那么今天在咱们的汉字小课堂里 我们就来学习第一句诗里面的 谁为伤心画不成的 伤字 先来看伤是怎么写的 伤是左右结构的汉字 它的左边是单人旁 右边上半部分的写法是撇横 下面是利器的利 从伤的繁体字 其实我们更容易分析它的本意 左边的单人旁表示士兵 右边的写法表示仲剑 那么这里种的是古时候 弓箭的箭 和左边士兵合在一起 意思也就是指身体重箭 受到创伤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表示伤 接下来我们用伤来组一组词 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如果伤取身体受创这一层意思 可以组词受伤 受伤 那么这里可以说 在战场上士兵受伤了 另外还有什么情况可以说受伤呢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平时日常生活中 比如不小心被刀割伤了双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 哎 我受伤了 再比如说不小心被烫到了 这个时候可以说烫伤 另外如果说到这个受伤的人 其实也有一些词来形容受伤的人 比如说如果士兵在战场上受伤了 我们可以管他们叫伤员 伤员 伤员 或者说管他们叫伤兵 伤兵 另外受伤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名词叫做伤口 伤口 那如果伤口在愈合之后留下了疤痕 这个地方就叫做伤疤 伤疤 有一句俗语叫做好了伤疤 忘了疼 什么意思可以问问家里边的爸爸妈妈 那么如果伤作为动词的时候 可以是指对别人的一种损害 比如说我们可以组词 众伤别人 众伤别人 那么众伤就是对别人说了很伤人的话 众伤别人 那么还有一个成语叫做伤天害理 伤天害理 这里边我们拆分来看 伤害了谁呢 伤害了天 害了道理 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其实这个程度是非常的深的 所以说伤天害理这个词呢 它其实就是形容人做了非常严重的错事 所以说叫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那么伤如果作为动词啊 其实还可以表示 人内心的这种悲痛的情感和情绪 是和高兴相对的 叫做伤心 伤心 那么伤心的意思啊 就可以说 处境生情 或者说想到了让人悲痛的这样的事情 就会表现得很伤心 当然还可以组词可以感到伤感 伤感 或者还有一个词叫做悲伤 悲伤 这几个词都表达人这个非常伤心 忧郁的这种情绪 也都用到了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字 伤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成语 来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叫做 黯然伤神 黯然伤神 伤了神 就是指这个人啊 整个很没有精神很不开心的样子 叫做 黯然伤神 那么在我们今天学的这首诗里面啊 这个诗说到了 谁为伤心 化不成 谁说啊 化不出六朝古都的伤心事呢 那么这里面用到的 就是表达人的这种悲伤的情绪 那么这里说的尤其是 表达的六朝古都的伤心事 这种伤心事 好像弥漫的 整个诗都是这种伤心的感觉 那么当然 电视机前和摄音机前的小朋友们 平时啊 也会有高兴的时候 当然也会有伤心的时候 那么如果伤心了 你会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学习了伤这个字 学习了之后啊 如果你会写了 也要想一想 在伤心的时候 做些什么事情 可以让自己不再伤心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汉字小课堂的全部内容 稍后我们休息一会儿 来听子菲老师讲故事 各位好 欢迎您回到诗词大世界节目 现在呢是中华小故事环节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子菲 我们今天要说出南京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伪装所写的金灵图 金灵呢就是南京一带的古代的称呼 古称 南京呢早在中国唐宋以前呢 就是六朝古都了啊 历史非常的悠久 比这个北京呢 历史还要早 所谓六朝 指的是哪六朝呢 三国的时候 东吴 东吴孙权称王定都建业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东晋 在公元317年 逃到江南的西晋的皇族司马瑞 被拥在这个拥戴在建康的当了皇帝 建立了东晋的政权 那么第三呢 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宋旗良臣 这四个朝代呢 都是定都在建康 建呢是建设的建 康呢是建康的康 康宁的康 一个意思 那么就是 今天我们所说的南京 所以呢南京呢 被称为六朝古都 那么到了明太祖朱元璋 定都应天 应天呢其实也是南京 那么太平天国呢 定都天京 等等等等 其实都是在南京 但是呢 那两个呢 没有被称为古都 因为呢 时间都不长 后来呢 明成祖呢 就迁都到了北京 那么太平天国呢 也是时间很短 那么在历史上呢 北京这个作为都城的朝代呢 其实只有三个 第一个呢 就是元朝 从公元前1271年 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 那么第二年呢 就定都于大都 就是今天的北京 第二个就是明朝了 明成祖朱棣呢 登上皇位之后 他当时呢 为了加强北方的军事防御力量 因为北方呢 当时这个非常的不太平啊 所以从1417年开始呢 迎建北京 他没有马上搬过去啊 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去打造这个新的这个都城 完工之后呢 公元前1421年的时候 迁都到了北京 所以当时呢 北京和南京 都有两个政府 当然这个皇帝呢 是在北京 第三个在北京建都的 就是清朝了啊 在公元前1644年的时候 明王朝被农民军推翻 李自成吧 然后呢 吴三桂开山海关 迎接清兵入关之后呢 清王朝开始统治全中国 迁都到了北京 从这个当时从沈阳啊 这个迁都到了北京 那么这是北京的事儿 我们还说回金陵 金陵呢 我们如果您喜欢中国历史的话呢 会发现里面有个叫金陵十二差 是中国古典小说中 《红楼梦》里边呢 写的十二位呢 优秀的大家闺秀 女孩 金陵呢 就是说南京 这个差啊 指的是女 就是起码指的是女性吧 因为只有女性呢 才会佩戴这个像投差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装饰品 那么在金陵十二差里边呢 就是他在《红楼梦》里面 他写了啊 就个太虚幻境 当然是幻想中的一个世界 他呢 把甲府里面呢 这些个女孩呢 分成了正 妇和幼妇这三册 就是正的有十二差 妇的有十二差 幼妇又有十二差 那么其中呢 我们只说一下正差啊 正的金陵十二差 指的是林黛玉 薛宝钗 甲园春 甲探春 史湘云 妙玉 甲迎春 甲西春 原影探西嘛 然后还有王熙凤 乔景 李丸 秦可青 这十二位政策的女性 那么《红楼梦》呢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 是以歌颂女儿的美和伤心悼念女儿的悲剧 为主题的这样的一部伟大的名著 被称为中国四大名著之首 那么《红楼梦》里边塑造的金陵十二差呢 也成为了经典的艺术形象 在世界文学史上呢 是有着非常规律的一道风景线啊 然后具有着永恒的艺术生命 好 我们今天呢 这个中华小故事呢 讲到这儿啊 给您稍微普及一点 这个中国文学 以及历史上的小小的知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等一下 人人来背诗 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 《诗词大世界》节目中 我是子飞 那么我们在每一期的最后呢 都会请到一位背诗小嘉宾 上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 我请到的这个 站在我旁边的这个 帅帅的小男生呢 是我们今天的背诗小嘉宾 你是不是第一次上节目 我是 是 之前都没有 所以呢在 因为大家对你还不熟悉 来 对着镜头 跟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因为你是我们 我们上过课了 你是表现非常好的一位 所以来 介绍一下自己 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车尔叶 然后 你平时我们都叫你什么 我叫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我的英文的名字是叫Ryan Ryan 好 Ryan看着我们的 看着镜头 告诉大家 你今天要背的诗是什么诗 我今天我要背的诗 的诗是金灵图 金灵图 你今天非常非常好 今天让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你现在你这个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特别欣赏你这一点 好 我们先来背下这首金灵图 好不好 金灵图 常在卫妆 对 老木 韩云满故城背得非常好啊 好 那么我来问你一下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这首金灵图图是指什么意思 是图图画的意思是不是 金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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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告诉你的 这首诗呢其实就是在诗人面前的当时有六幅画 然后呢 画的是金灵图图的 然后呢 画的是金灵这个地方 金灵呢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你知道江苏南京这个地方吗 应该没去过 对不对 没关系 金灵其实我也没去过 但是呢我们知道南京金灵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诗人呢看着他面前的这六幅画的 然后呢 画的是金灵城里边的一些个事情 所以呢他对着这六幅画呢写下了这首诗 记得了吗 记得了 好 你今天呢真的是表现非常好 我们来 开发 好 棒啊 好 来 对着镜头再跟大家大声地说出你的名字 然后请大家来支持你好不好 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我名字是九尤燕 九尤燕 今天几岁了 我八岁了 八岁了 太棒了 好 今天呢 秋尼燕 Ryan表现非常非常地出色 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喜欢他 都能够支持他 跟大家说 是什么 大胆声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